期中考周是在下下礼拜 所以你们可能要点心理准备 下下礼拜就要做一个 期中的报告 报告的内容基本上 第一个 请你针对类似于台北市路台切掉案件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当然至于你比较有兴趣 你可以在开放资料里面找找看 不见得针对治安 可能你针对金融相关的也可以 或者是交通 或者是其他 反正你有兴趣的 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资料 你做一个统计分析 那或许你可以提出三个假设的问题 像我们不是假设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历年切到案件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第二个是区 第三个是路街道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去假设三个问题 不一定是三个 你假设要多也可以 然后呢 你也许先假设之后再去求证 怎么求证 就是你找一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来自于政府开放平台 理论上应该是可信的 然后呢 你最后得到的结果 你去做一个新的报告 那其中的话 当然你这个报告内容 我比较想要知道说 你到底用了哪些技术 那这个技术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 就是我们上课讲的 第一个呢 就是用函数 写出一个公式 那这个至于这个怎么做出来的啦 你也可以用小GPT 没有问题 OK 没有说你不能 你一定要自己想 我是觉得不必要 OK 现在已经有小GPT 你为什么不能善用它 OK 已经有好工具 那你当然不一定用小GPT 你其他工具也可以 只要AI相关 现在有很多比小GPT 可能甚至更好用 没关系 你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重点就是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就是我们上课在做的 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第三个就是枢纽分析图 大概就是这个 然后再来的话呢 枢纽分析表算一个 第一个是函数 枢纽分析表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VPA 那VPA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才其中 而且我们其实有讲 但是其实讲的不多 所以这个部分量力而为 反正你可以做你就做 不能做的话没关系 你就能做多少 就算多少 那我们会希望说 看能不能把 像上个礼拜的这个 历年切到折线图 如果我现在把它删除 我是希望说 能够多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产生 有没有 上礼拜做的全部不用做 等于是把这流程 全部自动化 有没有 就是把那个视觉化的 视觉化的报表 能够一键完成 OK 但问题要怎么做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满好用的 因为如果你会一键完成 很多试的话 那很多就很方便了 你又不用 假设每天都要再来一次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重复 一直做同样的事情了 而且不只是单一个 如果你大量的图表 你会大量的产生 那报表一下 就完全就OK了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请各位 大概稍微 就是预先做一个提前准备 那我们理论上 应该是25号这一周 那佼佼的期限 就是我给各位的期限 原则上就是25号的下一周以前 就是Daylight OK 也就是说 是在那个 一样礼拜五的12点 凌晨12点为止 OK 之后就算辞交了 OK 好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到时候比较详细的内容 我一样会贴到 这个我们目桌上面 你就自己再先预先做准备 那之前同学 花最多时间的 理论上应该是找题目 因为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做了 我找了很多题目 可是最后好像发现 不一定每个都能够来来做报告 OK 也是啦 那当然你就是借由这个 你要先了解资料嘛 不然你不了解资料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Excel 我觉得 至少你要知道敌人在哪里 不然你要怎么去精进 OK 好 那 所以方向大概就是 要不然你就是也可以 拿类似治安好了 比如说住宅切到 说住宅也有机车嘛 也有汽车 也有脚踏车嘛 还有什么抢夺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很想 或者是说可以跟其他县市比较嘛 比如说你把住宅切到 这个关键是打上去 那不是只有台北市嘛 有没有 还有台中啊 桃园 新北 其他的 那你也可以 横向比较一下 其实我还蛮想知道 其他县市 历年 这几年来的那个切到案件 是不是都跟这个台北市一样 好像 见度加近 好像几乎 这个如果趋势线加上去的话 几乎可以讲说真的 就已经快要趋近于零了 真的是业不必户了 因为大家就其实感觉 治安还算蛮OK 但是你说 那是不是只有住宅是这样子 那机车 像之前有同学好像是骑机车 他就说他想要知道 到底停哪里最容易失窃 有没有 那如果你知道哪边比较容易失窃 你就盡量不要停那一条路上 像好像和平东路 真的也蛮容易失窃的 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就是把摩托车停在和平东路 机车就不见了 后来好像也找不到了 OK 那时候其实也是打工赚的 钱买的 其实也真的蛮痛的 但没有办法 好像那时候是有什么 发财车就直接载走 可是以前是没有摄影机 不然以前就是吊摄影机看一下 就知道是被什么车偷走的 但后来就找不到了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再把最后一个图 把它完成 所以上个礼拜画了两个吧 一个例年切到折线图 一个是各区的比例图 最后的话就是路接到的前十名 也许用直条图好了 OK 或横条图也可以 反正就是数量 那因为它没有时间 所以不需要画折线图 好 那首先第一个呢 游标一样是 放在这个范围内 OK 记得喔 这个公式如果假设你不OK的话 我在云端上其实也有一模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哪里呢 这里 有没有 就是第十页这边 不是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假设你不OK的话 其实你就是直接复制 记得是F这个地方的话 是贴在 应该是这个地方嘛 记得H2上面贴上 打个勾应该OK吧 应该OK 没问题 对 就是 这个 OK 好 那 只是这一串喔 当然你们自己如果实在不太熟悉的话 建议是真的要从头做过一遍 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做出结果来的话 以后 当然你Sale的公式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最好是至少啦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会的 不然的话以后你的问题 就只能突发炼钢慢慢来了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在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按下插入枢纽分析表 好 再来的话呢 先确认一下这个范围对不对 A1到H3 H1 3887应该没错了 OK 好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它会在资料的前面 有没有 再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我们直接怎么样 再把那个 路接到這個欄位 拖拉到裂 再把路接到這個欄位 拖拉到尺 OK 那不過你想說 老師 為什麼我拖拉下來的結果呢 現在看到一個錯誤訊息 什麼錯誤訊息呢 老師為什麼完全空白的呢 這個時候你不需要驚慌 因為這蠻常容易遇到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 你之前如果曾經插入過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我們做兩個嘛 那這個樞紐分析表 它背後會幫你暫時存放資料 也就是有個catch 暫存區 那個暫存區的話 如果你沒有重新更新的話 它就會抓到是舊的資料 那所謂的舊的資料沒有錄接到 有沒有 所以你說老師為什麼空白 因為它之前舊的資料沒有錄接 你是後來才補的啦 OK 那怎麼辦 我剛剛講過喔 如果呢 你沒有更新的話 它不會更新 那你可以上面找個功能 可以讓它更新的 有沒有 哪個功能比較像可以讓它更新的呢 其實隨便猜 猜猜看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有沒有看到 重新整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喔 應該要有資料 結果沒有資料 或者是資料有錯誤的話 那很簡單 你上面按個重新整理 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如果你按重新整理 它不理你的話 你可以按下去 這邊有個全部重新 因為它有兩個嘛 我是覺得乾脆全部重新整理好了 不然有的時候按重新整理 它不會理 全部重新整理好像比較厲害 按個全部重新整理 有沒有發現 馬上按一下喔 馬上資料就出現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誒 說什麼我做了 但是沒有資料出現 很簡單嘛 現在不是有重新整理 按一下不就好了 OK 好啦 這個也是還蠻常遇到的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馬上就幫我把這個 哪一條路啊 有沒有 接到的那個 數字統計出來 OK 不過我發現好像這一次的資料 好像錯誤的狀況好像真的有變少了 之前好像錯好多 什麼瓜糊一堆的 因為我發現好像那個 這個的承辦人不是有沒有在看我上課 因為我每次都用它的資料 所以它可能會稍微看一下 上課有時候會講 不只能叫批評啦 我有把那個問題指出來 可能它 真的如果你們要看那個 如果你真的要聯絡那個承辦人 它這邊是有留資料的喔 而且是它會真的回信給你喔 而且有電話喔 我看一下它有沒有留這個有沒有 提供單位 這邊有一個 而且它有留電話 有沒有 它叫陳永行 電話在這裡 如果你想要真的找他的話 真的可以找得到人 而且底下可以留言 有沒有 你可以問題 有沒有 這邊還有人問他的問題 不過可能要先登錄啦 OK 好 所以這個已經統計了 但是問題還是說老師 可是這邊總共陸間有這麼多條 多少條呢 坎錯向下 哇 五百多條 可是五百多條我不要這麼多耶 我只要前十名就好了 我不用那麼多 那怎麼辦 很簡單喔 第一個 請你把游標先放在B4 資料先排序一下 排序的話就是力道A還記得嗎 先游標放B4 然後資料力道A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喔 有沒有 記得喔 游標一定要放B4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資料這個地方有沒有 找到力道A OK 好 這樣子其實就重新排序 排序完之後喔 你可以看出來 哇 這個 每一條路接到的數量 它就排 那你可以馬上知道啦 大概前幾名馬上可以看出來 中山北 中孝東 南京東有沒有 然後呢 只是說呢 它還是五百多條 那可是最後一個 你說 老師 那我想要留下前十名怎麼辦 這很簡單嘛 如果你前十名就點一下這裡 記得喔 在列標先右邊有個箭頭 這個箭頭點下去 之前我沒用過 可是我們是打勾啦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詞 篩選的地方有沒有 把它直接改成前十項就可以了 OK 有沒有 前十項就OK了 直篩選 前十項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留下前十名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排什麼 比如說商品銷售 哪個商品賣的最好 你馬上一下就知道了 排名馬上就出現了 多簡單啦 OK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你真的是很頭痛 OK 好 那所以留下前十項 前十名的直篩選 好 這個時候他會出現 是不是最前十個 你說老師 那我們要二十可不可以 你就把改二十不就好了 按確定就OK了 好 馬上就會有一個這個前十名 路接到前十名的一個統計結果了 他也不意外啦 不過中山北路真的是比其他真的多太多了 他都三位數 其他都兩位數 有沒有 而且跟這個第十名 哇 那還兩倍以上 所以其實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附近的道 這附近好像還滿多條 他都感覺 中山北 跟林深北 跟新深北 好像就那一區嘛 有沒有 還有 明深東 好像也都那一個區塊的啦 OK 好 然後呢 最後的話 如果要畫出一個什麼 這個 直條圖的話 那最後呢 我們一樣 樞紐分析表分析 找到樞紐分析圖 你把它點一下 這個時候找到直條圖就可以了 OK 不過好像 之前有同學跟我講說 可是樞紐分析表裡面 並沒有樞紐分析圖啊 如果假如你找不到這個 我跟各位講 另外一個方式 一模一樣 在插路裡面喔 有一個 這邊有圖 這個區塊有沒有 你也可以看到直條圖 直條圖的話在這裡 有沒有 這邊不是一個直條圖 那你就點直條圖一下 找到這邊有個直條圖 也OK 一模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 那你說老師 如果要折線圖 這邊不是有折線圖 有沒有 之前有的都有啦 OK 只是說 不一定要在這邊找樞紐分析圖 只是說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連貫 因為如果你突然跳到另外一個地方 感覺好像沒有連在一起 不過結果都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找不到樞紐分析圖 沒關係 你可以插入這邊有個直條圖 OK 好 那我就找到直條圖 再來的話一樣 把它的位置移到第二 到哪裡呢 可能到M20吧 我之前固定大概就這個範圍 好 那就把圖放在這個範圍 那把C欄上面調窄一點 這樣馬上就可以看出一個 那最後的話請你再更改一下 它的上面的標籤名稱 名稱的話也許叫什麼 路接到前十名直條圖 好了 也許這個名 OK 路接到前十名直條圖 OK 這個名稱的話 再把這個名稱感受C一下 布置之後 下方的工作表名稱 一樣也叫這個 路接到前十名直條圖 那所以我就把這個名稱 再複製到下方好了 把它改成一樣 不然的話 如果下方的工作表名稱沒改 那就會覺得好像 好像事情沒做完的感覺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標題的名稱 改一下格式 這個圖例刪掉 這樣子OK了 所以最後的話我就把這個字 點一下 記得點框框一下 再去設定它的字的顏色 加粗體 再放大好了 字大一點 18 大概跟前面都一樣 不過這顏色你們可以改成別的 也沒關係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圖例這個把它取消掉 左上 不是左 右上有一個加號有沒有 請你把它點開之後這邊有一個圖例 圖例的話你可以把它點擊 它就不見了 OK 當然如果你說要加這個什麼 上面要加資料標籤跟之前一樣 你可以把它打勾啦 這邊就會有一個資料標籤出現 可以把那個數字也就放上去了 如果你假設要去做一些簡報的話 你就把這個圖 Ctrl-Z Ctrl-V 你就拿這個圖去做說明 OK 你說這個資料是來自於政府的開放平台 這是公務員登載的 這個我覺得說服力應該是絕對是 比完全你沒有任何資料 應該來得更能夠說服別人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入接到前十名的資料圖部分 請各位試著把它完成 那這個三個圖完成之後的話 那待會呢 我是希望能夠把它變成自動化 所謂的自動化就是這三個 最好就是 因為如果你假設資料更新 你要重做一遍 那很大量會誰 如果假設已經做過一遍 是不是可以把它變自動化 什麼叫自動化呢 就是按一下 假設最好這邊有個按鈕 叫例年切到折現圖 按一下 這邊呢 如果沒有對不對 那你就自動就幫你畫出 這兩個東西 那要怎麼做 OK 所以這個其實 是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學會的 如果你把它學會以後 你工作應該就很愜意了 因為每天的工作 真的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自動化的流程 然後你只要執行它 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多好 OK 其實當然終極目標 大概應該是企業的員工 應該都要會的 但每個人都效率非常高 OK 只是說 而且啦 現在很多企業應該都有這種 找人的話都希望學會這些東西 如果你會的話 我覺得你機會會比別人大太多了 因為我遇過很多台積電外面上課的時候 來上課的其實都不是工程師耶 很多是行政人員 我說那行政人員你幹嘛學塵 想要學拍照 對 他們其實VBA也都會啊 OK 也就是他們不管做任何工作 其實他們都希望能夠提高效率 不是說用土把鏈鋼的方式做 所以每個人都滿積極的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 這個路接到前十名的直條圖 先把它繪製完成 那待會呢 我們就是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自動 的這件事 但是跟各位預告一下 難度真的會增加非常多 OK 甚至比剛剛這個 這個路接到的這個公式 來的更更複雜 OK 不過如果你把它學會 我相信你應該也回不去了 試試看